長榮家族紛爭再次出現新騙局 因為姐夫鄭生池以及老妖張國偉雙雙提出請辭 而老三也和大哥來靠攏 代表說家族紛爭有望提早落幕之外 其實也代表弟弟派可能崩潔 親自回應弟弟派瓦解說 張國偉認為離開立榮是必然決定 不過外界會有這樣的猜想 是因為姐夫鄭生池和張國偉 辭職理由都聲稱階段性任務結束 也強調沒意願再回長榮 不過談起立榮 K董驕傲寫在臉上 因為他說立榮是靠他起死回生 不過K董這一離開 也有財經專家認為未來經營權討論上 可能由大哥張國華專注海運 三個張國鎮航空各自分掌 知情人士也透露張家兄弟們是將朝解散 巴拿馬國際以及長榮國際方向走 因為張國明本來就無意真經營權 和張國偉則可以拿錢去挹注 即將在30號新櫃的星宇航空 張國鎮跟張國華在這個等於是海空定制長榮集團 或者是說直接也在兩大控股公司 然後大家這個分錢走人 拿錢走人對張國明跟張國偉來說 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選擇 未來K董心力可能都要放在星宇 但和立榮合作機會也不多 不太會跟立榮有太多的合作關係 當失去的立榮心理會怎麼樣 其實它會怎麼樣 立榮系的朋友 長榮家族經營權之爭 大戲落幕 集團未來怎麼走 持續受外界關注 TBS新聞 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